中山高中是基隆市的第一所完全中学 我们的校园设施非常的完善 老师们各个有爱心 同时又具有热忱 希望孩子们在这样子优质的学习环境下 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具有真善美特质的中山人 我们也为孩子们设计了许多具有特色的课程 来培养孩子们的素养 这些课程包括了基隆藏宝图 数学好好玩模拟联合国等 相信能够提供孩子们一个丰富的学习资历 中山高中是全市第一所完全中学 并订定了四大工作重点 以实践108新课钢精神 一 课程发展 设计学校的特色课程 以培育自学 关怀 欣赏的中山学子 作为课程的总目标 一切课程设计与活动安排 将着重于思考力 表达力 资讯力的培养 二 学生学习 建构中山学习的地图 提供学生明确的学习地图 使学生适信适才的发展 自主规划提升学习效能 三 行政效能 加强并扩大各行政部门的连结 积极争取经费 充实软硬体设备 畅通各事物处理环节 发挥以行政支持教学为主要的目标 四 教师专业 支援教师教学活化 提供一切客户与增能资讯 建置教师社群 鼓励跨科领域合作 透过团队的力量 活化教学 帮助学生有效学习 因应以素养为导向的108课纲课程 将过去优质化高中涵养累积的成果转化为 公民的学历 公民的视野 与公民的行动三大主轴来推展 一 公民的学历 中山高中课程多元 有重视学生学科学习的增广补墙课程 有发展学生个人学习倾向的自主学习 还有丰富体验的探究与实作课程 在发展资讯力方面 有着重基础科学与生物科技的 显微静下的世界 从细胞看健康与医疗 有发展科学思维的动手玩数学 初级微积分 生活化学 基础电工等 欢迎来到我们这一堂数学好玩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里面就是希望把数学变好玩 然后我们透过了折子 还有游戏 还有魔术 其他不同的方式 让我们的课程变得比较 没有那么的生硬 那也希望透过这些方式 让学生喜欢上数学 老师会带领我们玩一些小游戏 当我们摸手这些小游戏的时候 老师会开始问某一些问题 让同学上台发表 并让台下的同学去思考去质疑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跟民生探柯南很像 谁杀了圣诞早人这个谜题 除了要用到我们之前学过的圆周律 还必须运用到逻辑推理 在过程中大家会运用到逻辑推理的方式将一个一个的线索组织 最后才能找出双手是谁 二 功名的世界 除了强调阅读的重要 培养阅读素养以外 在语言表达及传播应用方面 有故事高手 维电影等课程 在我加入维电影这门课后 我学到了很多像是分析剧本啊 或者是一些根本没有听过的新知识 像是电影三幕剧 布局 转折 结局等等的 其中让我感到最新奇的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 有时候我们在探讨剧本的合理性和真实性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做田野调查 或者说是实地访谈 维电影这门课比较像是在做一场梦 用自己的双手把你的梦境给创造出来 非常的自由 非常的快乐 维电影除了剧本以外 每次的上课 老师都会教导我们一些拍摄的技巧 会透过实际举一些名电影的片段 告诉我们他的拍摄手法 还有专有名词 像摇影怎么实际操作之类的 我觉得这都是我直接看着电影所无法想象到的部分 在设备 学校也很用心地请教了专业的人士 为我们添购了摄影机 它的对焦效果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惊 还有我们尚未学习到的剪辑的部分 也让我们非常的期待 而在人员的分配上 我们也学习到了非常多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质 然后要怎么在有效的时间内完成整部作品 相信这个课程一定会对未来想选媒体的同学有非常大的帮助 三公民的行动 在扩展国际视野 与在地关怀方面的实际行动方案上 有基隆藏宝图 餐桌上的文化地图 我在意想世界 以及模拟联合国等课程 更有助校外籍教师 进行全英语授课及讲座 经由基隆藏宝图 我学习到了资讯统整的能力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 取得资讯非常的容易 但是能从中测验出精华的能力更为重要 在基隆藏宝图这个课程中 我能够将我对基隆的印象 画成实际的展览 这堂课需要团队合作 资讯统整与口语表达的能力 也因为这创意发想 与实作结合的课程 让我在之后的学习之路上一帆风水 我是中山高中的林雨璇 很高兴今年能够利用 繁星录取了台大的农业化学系 能有今天的好成绩 很大一部分跟中山高中有关 选择一所离家境的学校 除了可以 让我有充分的读书时间外 还有余裕可以参加 学校的多元选修课程 例如模拟联合国 参加模拟联合国 除了训练了我的语文表达能力外 还有让我能够认识各 不同学校的学生 也让我在日后 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 可以理性的分析问题 并且找出解决的方案 我强烈的推荐学弟们 可以就读中山高中 并且选修模拟联合国 相信你们一定也会有丰富的收获 基隆老英的元七席地 在中山高中临近的外幕山奥 中山高中以培育 时代精英的教育使命 落实适性洋才 是一所追求优质卓越 标榜六年一贯的完全中学 全人中山 精英备养 欢迎加入中山高中